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吕后争儿主义 不愿意动吕后 没能力动吕后 刘邦去世后 能承起汉朝开国家也的 只有一个吕后 那时根本不能动 汉高族刘邦驾东后 独揽大权十五年的吕后 把情敌妻夫人砍断手脚做人质 非几出的几位刘邦儿子 也大多被他往私离着 各种血与腥风 叫好些后世毒使者都看得打哆嗦 瑜伽扒杆子打得着的亲戚们 各个大模大样把持王学要直 眼看就是要改朝换代的模样 肖章了十五年的吕后 也被后世骂做制造外戚之祸的毒妇人 但是 倘若没有这位毒妇人 初见的汉王朝 恐怕在汉高祖过世后 立刻就是天下大乱 吕后真这么重要 首先一个原因 就是西汉王朝开国时 那几乎摇摇欲坠的帝王权力 汉朝虽说是封建王朝 但建国时的国情 却远非中央集权 刘邦弥留之时 西汉国处尚有九个同姓诸侯王外 家常杀王无赘 国家体制十分松散 朝中则是一批开国战争 使打出来的公侯勋贵们 皇帝的威权其实比后世封建王朝差得远 所以 就连非刘姓不能封王这类事 刘邦都要召集各路勋贵 众臣们杀白马蒙一事 如此状况 套地史术语说 就是脆弱的权力平衡 这样的脆弱权力平衡 必须是强力人物 才能稳稳压住 汉高祖刘邦当然没问题 可刘邦执政七年就过世 西汉王朝权力真空 这样的权力体制 也就成了火药桶 换成刘邦的懦弱太子汉慧帝刘盈 或是少五撒娇很赞行的欺负人 甚至是当时还未成年的儿子刘如意 这几位任谁独掌大权 都要把这复杂局面折腾乱 类似喜 禁八王之乱这样的战祸 基本可以想 在那个历史关口 能够稳住国家局势的 唯有吕后 吕后有这么强 且不说能力 可以先看看吕帝 刘邦开国打天下的征程力 于是家族本就是重要助力 比如当年刘邦被项羽揍得全军覆没的蓬城大战里 正是吕后的两个哥哥带兵援救 才叫几乎光感司令的刘邦成功续命 吕后本人呢 一度被抓住项羽的营领 也曾被项羽五花大绑 立在阵前做人质 替刘邦受高了苦 也磨练出了坚毅心性 刘邦军临天下后 他就成了得力助手 以司马迁的话说 左高左定天下 权位根基早已扎老 这样的情况下 晚年明治吕后手握大权的刘邦 如果要动吕后 势必当时就闹得朝野动荡 就算他能稳住举灭 待到他不久后撒手人寰 黄泉暗若的西汉 要么是权臣专权 要么是诸侯混战 乱起来 可能性百分百 而刘邦驾崩后 掌握大权的吕后 也却没辜负刘邦的好评 别看上位后就是凶相毕露 把刘邦生前的后宫爱家诸侯熏鬼 夹夹闹得鸡飞狗跳 但西汉的皇位权力 却完成了平稳过渡 朝堂上下乱 但是国家没乱 接下来汉贵帝在位七年底 更是天下事揭决于高后吕后 这个汉朝最穷困且风雨飘摇的年代 国家设计 由他稳稳扛起 更重要的原因是 吕后 不只是个心机深沉手外喊辣的女强人 更是中国古代史上能力卓越的政治家 当时对于吕后来说 最大的麻烦是 就是治国 就在十五年的吕后专权时代 刘邦生前来不及祸解的难题 几乎都是他来破局 他独创的举民孝帖力填着负其身的国策 以多种的打凉做免除摇曳条件 激发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汉朝的田租也被他减为十五岁一 新型的数族碎更 令大批士兵每年可以返家生产 每一件都在给汉朝经济民生松霸 时的一提的是 也正是这位被后使诸多文人 骂作独妇人的吕后 废除了秦代起的著名恶政邪书律 从此私藏禁书至罪 在汉朝成为的历史 大批焚属坑如时代不幸赛事的华夏典籍重见天日 汉朝文化从此蓬勃发展 只此一条 光压千秋 尤其见证吕后政治家担当的 更有冒盾至书吕至事件 刘邦去世后 匈奴缠于冒盾至书吕后 扬言要去吕后为妻 如此赤裸裸侮辱 叫汉朝顿时炸锅 不少愤怒的官员纷纷表示喊打 但横遭羞辱的吕后呢 这个平日手段很辣的女人 却是出乎意料的人了 反而写了一封言辞低下的回书 给匈奴送上两米礼物 咬牙憋下了这口气 然后力行马胜 出台政策鼓励羊马与骑兵建设 数十年后那只吊打匈奴的汉朝铁骑 就是从吕后时代孕育 为国家民族能以坚韧的心性 忍下一切羞辱 这样的表现可见吕后负责的政治家素质 于是吕后专权的十五年 这个叫西汉流失宗族 麦连乎暗无天日的年月 却是实际上正不出货 天下艳然 民物架泽 一时辞职的繁荣时代 汉朝长安也正是在吕后执政时有了长安市 各地工商业蓬勃发展 开国满目疮痍的汉朝 正是在这十五年里 开始振兴之路 虽然吕后去世后 一场诸吕之乱 令吕后生前强大的家族灰飞湮灭 但他十五年的苦心 却终于留下一个初见强盛的汉帝国 给文景之志做了好家业 所以 对于吕后的评价里 也许私生活等各方面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争议 但没有争议的却是一条 吕后 是一位已负责精神与卓越才能 为汉王朝实现国家崛起的英雄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汉王朝实现国家崛起的英雄 汉王朝实现国家崛起的英雄